大家好,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卸爪蓝嫁接的时机是非常关键 那么我们选择好价接时机之后 如果你的操作不当 一些注意事项没有做好的话 也会导致你的卸爪蓝嫁接会失败或是成功率特别低 那么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价接卸爪蓝我们需要注意的几个要点 首先第一个价接的时机的话 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 但是这个温度的话最好就是在20度左右 这个时候它的成功率会更高 而且最好就是在晴朗的天气来进行 这就是第一点要注意的 那么第二点就是 针木和结穗的选择也是非常关键的 我们一定要选择这种 健壮没有病害 而且生长特别旺盛的这种针木还有枝条拿来嫁接 这样的话它的成功率才会大大的提高 第三点就是我们嫁接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注意要先销这个针木 先把这个针木削好了 我们再来削你的这个结穗 因为针木的话呢它本身就是包裹住的 它不容易流失水分 而这个结穗如果你过早的销的话 它流失水分过多是不利于成活的 削这个结穗的时候最好就是两边的轻轻划一刀就可以了 如果太薄的话呢就是轻轻刮一刀就可以了 然后呢我们在嫁接的时候就是一定要注意要随心对随心 而且它这个贴合处的话一定要特别的紧 一定要让它完全的贴合住不能够太松太松的话呢 它无法完全的愈合最好的话大家有一些绑带啊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工具啊可以把它适当的把它连紧一点这样的话呢它的成活率会更高一点 第四点就是浇水的问题 我们在嫁接前一个星期的话就先可以给你的这个针木啊先给它浇透水 然后呢我们嫁接好之后的话就不要浇水了 因为这时候浇水啊很容易导致伤口的话会出现一个腐烂的现象 如果是在春季湿度比较高的情况下的话我们可以不用给它套袋 但是如果是秋季然后给它进行嫁接的话呢我们最好就是不要马上套袋 等到第二天之后了再来套袋 如果你马上套袋的话呢因为它这个呃嫁接口这里啊会有这个枝叶可能会流出来可能会导致腐烂 我们最好就是等到第二天再来套袋这样成活率就能够大大的提高了 所以呢这就是嫁接卸爪男成活的四个非常关键的要点 这四个要点做好了基本上成活率就能够达到百分之百 好了今天就分享这里我们下期见 我也有点好给您啦 我们下期见